中国的中断陆基反导实验成功 这个消息很多人都关注 咱们再谈一起 中国在境内进行的反导拦截实验 实验达到目的 就是拦截成功 这已经是连续成功 换句话说中国的稳定性成功概率非常高 咱们话少事多 事大 这个已经是证明了 每一次重大 尤其是之前那个亚轨道轰炸机那次实验 两次中国是压根报 过于先进不变展示 报都没什么报 后来美国人证实了 妥行 末晚就放了 要不然都见到上帝了 中国军方这个消息一放出来以后 各种消息都认为说 中国不针对任何国家 但是美国可是在之前 18号应该是连续试射四枚 四枚洲际弹脑弹 咱们先看中国这次反导 这其实就是过招 中国国防部深夜公布的消息 大家知道这个为什么是陆基 中段 大家知道这个拦截是分陆基海基和天基 那么能完成这种中段反导的 现在只有中国美国和日本完成过 日本也完成过 他应该是用美国的这个拦截弹 你看俄罗斯都没完成过 这其实就是反卫星了 你中段其实就在大气层外了 反导 陆基 天基 空基 中段 主要就是它飞行三个阶段 初段 上升段 导弹 点火 升空 算起 末末级发动机停止为止 这是第一段 第二段就是中段 从末末级发动机 关机开始到导弹再入大气层为止 再入大气层了 这就是中段 换句话说这就是反导 就是反卫星了 这是反卫星技术 美国和日本应该都是测试的是海基的 第三阶段为末段 末段就是再入段 就是它重新回到大气层内 也就是说再入大气层 落到地面目标飞行阶段 通常而言上升段导弹速度 轨迹单一 拦截的技术难大 所以拦截小 技术难度小 所以为什么 你看只有大国弹导弹 它必须要一个什么 必须要一个上升阶段 就是它需要一个空间 你得给它一个空间 打比方日本 你有洲际弹导弹有用吗 包括韩国 没用 你的国土面积太小 你放出去 你往上爬的阶段 周边都看着 一个导弹 你给你打下来了 你还爬高 都爬不上去 为什么大国 大国领土大 我这个 往上爬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知道 所以这个洲际弹导弹 真的不是小国能玩的 欧洲还拆成小国呢 最后现在看 非常尴尬 那还有就是 这是应该是 技术难度最小的 上升段 这一般是大国 它有领土 所以你这个上升段 想要打掉 必须得离他近 就给己方带来损伤最少 它还是在国境内 那肯定是什么 打下来以后 即使打下来 对吧 它这个核弹 它也是掉在 掉在敌方领土 掉在己方领土 敌方打下来 对吧 这时候导弹 往往是处于 这个领空 领土方面内 所以只要 需要突防的 这个防御 是实际上难度非常大的 然后再入阶段 它飞行速度快 洲际弹导弹 弹头 再入速度达15到20马克 而且这个弹头 已经与弹体分离 20马克 咱们中国现在准备搞的 就是这个 20马克的高超音速弹 你看它就跟这个 载入大型 洲际弹导弹 速度差不多了 那这个拦截手段 包括这个释放假弹头 都要干扰 这是非常困难 你拦截 所以拦截成功 它弹体残骸也在 也在这个敌国领土上 也会造成伤害 所以中段拦截就成为 所有的中原导弹 乃至洲际弹导弹 拦截的一个主要手段 导弹飞行中段实时拦截 时间上来说 这个可以很长 因为它飞行时间比较长 由于此时的导弹 高度比较高 所以拦截起来相对难度也高 别看它这个相对是比较好的拦截机机会 但是它这个难度高 因为它在大一层外 所以中国多次成功实施 这个陆基中段拦截实验 就说明什么 中国已经掌握了中段 反导拦截相关技术 而且这个技术 你可以想想 变相的也是反卫星 截获成功率 可靠性 这是大幅提高 对于中国打到完整可靠的反导体系 是重要意义 CMD 对比的就是美国 美国陆基中段反导系统的主力 就是地基的拦截弹 GBI拦截 成功率不高 所以中国又超了 你看跟福建号和福特号一对比 中国还是要强一弹 可靠性 电子弹射可靠性 现在这一样 拦截弹里边 陆基拦截弹 美国它现在是拦截成功率不高 美国国会之前报告 说这个系统到今天 都没有形成可靠的战斗力 就是拦截成功率不高 它现在主要依靠就是海基 海基是和日本同时做过 中国在这个实验之前几天 这个反导测试前几天 已经按照国际惯例 公布了部分空域的禁航消息了 你看中国海军在 中国周边海域也是频繁的禁航 实弹射击嘛 那中国的这个 现在弹导弹也在试 有些禁航区域 有可能就是弹导弹实验区 所以很多外国的情报飞机 已经是盯上中国了 现在据媒体猜测 17个部门的美国情报组织 可能不完全 它已经是中国掌握的 17个情报组织 就是已经针对中国 这次实验 已经展开对中国的跟踪了 所以他们之前应该是 先了解到中国要进行 这种反导实验了 就可以肯定的 他们确认 中国这一次 即便是没有进行军事实验 也会是一次 科学实验 你看 不是军事实验 那有可能是一次科学实验 用其他的名义 反卫星 我可以搞成一个别的 对吧 对卫星的跟踪 这也叫 打外星人 这也叫科学实验 很多人拍摄视频了 在西北方向天空 一降 空中出现了五彩翔云 螺旋上升 中国宣布的就是这个境内 陆基中断反导拦尽实验成功 达到目的 这里边的美国在18号 你看中国时期 北京时间的19号 夜间 美国是在当地时间的 不知道是这个夏威夷时间 还是这个 美国本土时间 反正是6月18号 美国一艘俄亥亥俄级战略核潜艇 在加州附近海域 连设四枚三叉几型的洲际弹导弹 连设四枚 导弹并未携带真正的弹头 紧接着20号 解放军官媒 央视连续播出解放军的反潜巡逻机 反潜巡逻机 搜遣 你看就是针对美国的 咱们可以确认这不是巧合 千万不要认为是巧合 美国情报部门都已经测试到了 都已经知道了中国要干这事 你说中方不知道美国要干什么 也知道 美国已经划了这个 进行区了 他也划定 就美国也知道中方这次测试的时间 中国也知道美国要测试时间 那就来吧 其实中方进行反导测试前几天 中国已经按惯例公布了这些消息 所以很多情报员都已经公开了 他们都是知道的 这么敏感的时间 美国抢在中国试验前一天 发射周期的脑子弹 而且一试就是四枚 这是非常罕见的 意象 但是你要是正常 你要说是测试你的洲际单导 按这个战备水平 一枚就够 一枚就够 但是它是连设四枚 但知道 洲际单导 这种战略进攻武器 它是跟国家 关系是密切相关的 不能随意的放 俄冲突之前的十几年里边 美俄也经常进行过这种核弹测试 时间间隔也就几天 俄国先放 美国再放 或者美国放完 俄国再放 也是有过这种 你来我往 这是更多 就暗中较劲 互相秀秀 这一次规模不一般 所以说 三叉戟 二 第五LE这种潜射 洲际弹弹弹 美军拥有世界上 最庞大的战略核潜艇 会不会就针对 应该是几周之前 中国在南海的巨浪2射射呢 所以就不算改装成的 悬航导弹潜艇的四艘 那么单纯俄亥俄级弹弹弹弹弹 核潜艇 它就有14艘 所以每一艘 斜24枚三叉战 而三叉战 导弹又携带三道 八枚翻弹头 所以你可以想 它的核打击能力 这种战略核打击能力 它现在海基 是它的主力 它跟中国不同 中国陆基之主力 美军的潜射弹导弹弹 试射一般都是发射一枚 象征性 测试一下 可靠性指挥体系 但这是极罕见的 一次发四枚 最近一次还是两年前 俄罗斯测试四枚布拉瓦 周级等 当时吓坏 驻得美军了 当时整个的基地就暴影 人员避难 级别 升级 美国人很少见到这种操作 两年前 想想两年前 2020年 是不是就是 疫情期间 对吧 疫情爆发 然后呢 美国那个什么 那个川普 是吧 建政历史 他那个美国 应该是快玩完 古时大低 还记得吧 所以战略潜艇连射 舟机的 甚至骑射这种 纵观历史上看 也非常喊叫 89年 河马二号行动中 这个苏联 使用了新莫斯科 斯克号 这个潜艇 一次骑射 16枚舟机的 这都快实战了 跟实战差 89年 89年 这就快解体了 他之前是 连射过 8枚 这也就是 全球 就这么一次 基本上实战 也可以说 连射 4枚舟机 弹道弹 是非常罕见的 你能赶上 苏联会计地 之前 连射16 那美国人 美国人 现在 美国人 现在回想起来 是不是 最后都疯狂了 放烟火 他肯定 美国人非常紧张 这不就是实战 所以这种各种异象 你看 各种异象都出现 就证明什么呢 不同寻常举动凑一起 其实就说明 现在就处于一个 变局中 非常关键的决定期 如果奇特马丁公司的 UGM-133A 周际在哪 他一共是建造了 533枚 这个就是所谓的三叉戟 二第五的潜射 周际在哪 美国公开的 公开公布的数据 说 UGM-133A 至少可以具备 12000公里的射程 能携带 多个W88 分岛热核弹头 就是核弹 美国战略威慑 主要组成部分 就是这个 他一共造了533枚 他还能带分弹头 美国海军部署 这个潜射 周际弹弹弹 是搭载了 美国70% 战略核弹机弹头 美国公布的是 海军6月19日 进行海 海机的核实验 弹弹弹弹实验 尽管没放核弹头 所以美国海军 俄亥俄级是连射四枚 射的就是UGM-133A洲际弹导弹 锁定目标就是台北洋 应该是马上去那附近 美国事先公布了航行警告 所以目标区域是关岛附近海域 所以这个阶段试射 应该是 试射距离 应该是它整个 12000公里射程的 8000公里左右 所以美国 JR640部公布四枚连射 没带核弹头 它已经是有 188次成功试射结果了 可以看出这个三叉戟 二型第五洲机弹导弹 可考性还是相当高的 它连射四枚 应该是可考性 都成功了 美国海军是18艘俄亥俄级 咱们 可以看出美国水下的 武器库还是非常强大的 这点看 确实 它是 在美国西韩 举行这次射射 很多的侦察机 都已经在相关水域了 美国除了弹道档之外 还有民兵三 洲际弹档 它是陆基的 所以美国动用四枚 洲际弹档发射 与中国举行的防御性的 中断反导实验 你看形成一个 一个毛一个盾 这次中国取得成功 实际 这是一个相当高深的技术 很多人认为说 这就是一个什么 但是你要明白 这个弹头 你在现在人看来很大 但是在太空中是非常小的 你能够子弹打子弹在太空中 就这意思 所以这次能打中 而且是实验成功 中国是连续五次成功 然后美国人连放四枚弹 也就是说 美国向中国发出警告 然后中国反导实验 又反给美国一个威慑 我有办法把你的这个威胁 化解掉 你看双方在过招 对吧 就削弱美国这种嚣张气 他其实现在非常气 为什么 他是个衰落气 你看当年苏联 刚才讲了 89年 是马上灭国了 他当然那时候 他不能想到自己灭国 但是那时候非常急 怎么办 连射16枚 你看现在美国连射4枚 这都能看出美国人的急 能看出急 为什么 他这个国力不行了 美国通过建立一个反导系统 建立一个新的战力优势 现在看 他就没法再垄断弹道导弹防御技术 这才关键 所以美国人看来是 中国人成功的化解了美国的威胁 美国任何的这种核讹诈 包括发射弹道导弹这种威胁 中国成功化解 这应该才是美国人最担心 我觉得 想想苏联89年 连射16枚 哪一天美国人连射16枚 有可能快去找苏联了 是吧 快完蛋了 你再看 美国人 这种极端行为 我觉得是一种极端行为 这种极端威慑 恐吓 对中国的威胁 中国成功化解 我只要发射一次 中断反导 就可以化解你的危机 我这只是告诉你 我成功了 成功概率很高 你放四枚 你放四枚 我也可以打掉 就证明美国人的洲际弹导弹 别管你潜射和陆基 对我来说都没有意义 大家知道 这中间还有一个俄国的 你潜射弹导弹 尽管 大家看 为什么潜射不是陆基 它潜射就是什么 它是绕过俄国的反导系统 所以这是非常关键 它是专门针对中国 它打到关导附近 你要打开地图 看它的陆基是绕过北极 但一定得先过 俄国的领土 北方的俄国领土 然后打到中国 那俄国的防御系统先启动 就把你拦截了 而这次为什么它要 就是它陆基是奔着俄国去 而海基它非常清晰 它是什么 它是绕过8000公里 绕着这个 应该是俄国的防御系统 直接奔着中国这边来 你可以想想 它是这一次 就未来如果是开打的话 它就会在太平洋中部 是吧 直接发射 发射完以后 这是没有俄国的防御系统 那就是中国自己 发射系统来 中国也是没问题 所以可以看中美国人 这一次发射 从海基发射 那就非常明显 就是针对中国 那也非常清晰 中国并不怕 现在它这种威胁 中国并不怕 而且未来 2030年 它的海军要退役 40% 尤其核型艇 数量更少 而且什么呢 中国的无人潜艇 无人舰艇 无人飞机 大规模搜潜 行动准备开始了 你现在 还记得 那个珠海云号 是吧 你现在活动范围 现在有可能越来越少了 活动范围有可能给你压缩 回你的美国本土附近了 那你可以想 你越来越威胁了 你现在发射 真地有可能都保不住 更慌 你即使发射出来 我还能把你打掉 所以美国的这种核毒牙 有可能慢慢就被中国拔除了 那么多虽然在两边 几个人 大小狼 小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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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狼